5月14日,香港推出提升防伪特征及设计的新一代电子特区护照。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陈天子,2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 新一代电子护照申请流程方便,受到市民欢迎。 推出10天,共收到约2.8万宗申请。 新一代电子特区护照开放申请致时, 入境处同步推出新的自助式的申请护照服务站, 和供申请的手机应用程序。 当中,自助式的申请护照服务站及填表、照相和付款功能于一身。 申请者可在5分钟内完成所有程序。 市民只可以一部机就可以做完所有的申请了。 还有今次我们就会优化了以往11岁以下的小朋友, 他就不可以用以往的上一代的自助服务站, 今次就可以用卖。 整个服务就是很方便, 因为只有几个程序而已, 市民都是很简单地输入了一些资料, 然后就做一个付款, 这样就可以完成整个程序。 所以整个程序大概接近5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。 据陈天次介绍,新自助服务站叫旧自助服务站新增照相功能。 申请者拍照时有三次机会,可选取自己满意的照片。 付款渠道新增巴达通,并可供11岁以下儿童使用。 使用者的身高限制为1.25米以上。 首阶段共有15部服务站投入使用, 未来将增至28部, 包括共轮椅人士使用的空间更大的自助服务站。 陈天次表示,香港第一代电子特区护照自2007年推出, 入境处至今已签发超过780万本电子护照, 2018年签发约70万本。 自助服务站和手机应用程序的投入使用, 大大提高了入境事务处的工作效率。 特区护照的办理时间由之前的10个工作日缩短至5个工作日。 据统计,新一代电子特区护照推出10日, 共收到约28000宗申请, 其中使用自助证件申请服务站申请和网上申请, 合共占了约47%。 新系统就是5月14日, 今年5月14日推出了, 在过往我们做了10日统计, 但现在我们收了大约28000个申请, 那里面就大约有8000个申请, 是透过这个自助形式的申请证件的服务站来申请, 大约在那里就有29%。 另外网上申请我们都有大约4000多, 大约在那里有接近5000个申请, 大约18%左右, 现在两个加起来就有47%。 对比回我们旧系统的时候, 比例上是升了一倍的, 就是说我们新推出的这两个功能都是很受欢迎的。 据了解,香港新一代电子偷区护照加增了防伪功能, 譬如在个人资料页引入了透视窗口, 并使用激光技术将缩小版的持证人头像放在透视窗。 在紫外线照射下, 可以看到彩色的维港夜景和青马大桥图案。 陈天子表示, 如果市民的旧护照尚未到期可以继续使用, 不用因为推出新护照就立刻更换, 直至亏要计满时再申请即可。